高雄六歸一名70歲成性男子 4月29日起機車行進台27甲線7.5公里處 突然身體不適 倒地失去呼吸心跳 過過民眾見狀 緊急拨打意義 請求協助 六歸分局新威派出鎖井員蔡孟哲到場發現 成男已無生命真相 馬上對成男實施CP2心肺復蘇術 所信經濟就有恢復心跳 由救護人員接手後送往醫院急救 經驗方正療恢復議事 順利救回男子一命 六歸分局長何正光表示 非常肯定員僅搶救生命的精神 呼籲民眾如發現身體不適 請立即拨打110或119求救 也可以就近至警察機關尋求協助 讓在黃金救援時間 獲得應有的救護及協助 日前苗栗晚上9點多 一名59歲陳姓男子 在運動公園球場邊跑步 陳男突然停下腳步 下秒鏡失去意識 倒地幸運的是 一位正在打球且休假中的消防隊員 張騰安剛好目睹了這一幕 張騰安立即上前確認狀況 發現陳男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第一時間進行CPR 並請旁人協助撥打119 直到救護人員到場急救後送醫 據瞭解目前陳男移轉普通病房治療 我剛才看過了 他就倒在這邊了 換我 對的換我 打119打119 119打了嗎 我有點LED 我剛才看過了 看他就倒在這邊了 警生 行不行 大哥 marked chiar明不小心 跟筋話嗎 爸爸爸爸把火� fou compelling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